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第一期的悉尼会科室 我是宇超 今天我们第一期节目呢 就请来了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让我们这个整个摄影棚也意义生辉 大家都通过我们摄像头都认识了 我们国家一级演员 著名的歌唱家 董文华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这位同样是国家一级演员 我们的著名的南高音歌唱家 王洪伟老师 大家好 那在边上这位女士呢 是我们这次代表团 来自于中国电信武汉艺术团的义团长 那么这次有很多非常好看的 华兴之夜的节目呢 都来自于我们义团长的手下 欢迎你义团长 谢谢 大家好 我旁边这位很多悉尼朋友 一定都不陌生 我们悉尼华兴艺术团的团长 也是这一次华兴之夜的总导演 于俊武老师 欢迎你 大家好 我们9月7号这个 华兴之夜过了几天了 但是我们整个在悉尼燃烧起来 这个热度啊 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减 这个应该语导对我发言权 是 确确实实这几年当中 这台晚会给亲历的观众 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当天晚上开场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感觉 就像确确实实 就像一个在海外过节的一个奇迹 台湾上人山人海 那其实全都是咱们自己的 华人华侨几乎都过来的 我愿找阿拉之间的 如果你不见我 你不见我 我愿 radar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疲别 不断轻轻踏在我身上 那么二位老师 我们这场晚会之后有什么感想 因为悉尼又可以说 我是对这个成熟很不陌生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在早在90年代的时候 就来过悉尼 那个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 因为我们可以说第一次来了 我觉得这种美丽的城市 给我留下了很难忘的这种印象 哪次来我觉得因为我来过好多次 我都是跟国务院侨办来 为了我们华侨 第一次来不是 第一次来是跟东方卫视 是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 但是也是演出 演出演出 我给我的感觉是 哪次来到我们悉尼 给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华人的队伍 是越来越来的越多 越庞大 可以说我就觉得哪次来 尤其是这次来 我就感觉好像我没出国的感觉 现在见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特别亲切 而且看到我们华侨在 这个悉尼发展的非常的好 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 有种的为华侨感到 骄傲与自豪 真的特别特别的高兴 是尤其这天晚上 其实别说您就包括我们整个参与者都有同样的感觉 王洪威老师是第一次来悉尼吗 我第二次 第二次 我第一次来呢 是在十二年前 我们总政歌舞团来这里的一个演出 第一站也是到悉尼 而且我们演出的场地当时在悉尼歌剧院 那时候我是一个摄影的发烧友 我带了一大堆的照相机 还带着三脚架 一直在忙活不停 拍了很多照片 拍了很多照片 这次来我觉得 好像悉尼的世如世貌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歌剧院好像还是那样 只不过说 就是刚才像董老师说的 我们看到的华人的面孔越来越多了 看到我们华人的风采 和原来又不一样 我们这儿的华人朋友 他们特别是对文化的这种需求 好像越来越多了 特别是通过前天的那个演出 大家可以感受到 就是我们每一个节目 我们的华人华家朋友 好像都是那么的喜欢 发自内心的 去拥护每一个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 做一个中国的艺术家 感到特别高兴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只要见到我们的华人华家朋友 只要我们为他们奉献了我们的表演和艺术 我们都能够换回来他们的这样的真诚 换回来他们对家乡对亲情 这样的一个浓浓的这样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中国的艺术家 这点是就是很自豪的 您觉得整个这次晚会的现场 跟12年前 您第一次在悉尼歌剧院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那次来呢 我觉得我 至少作为我来讲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理性的 就是第一次到悉尼来 而且是我们歌舞团的最强的阵容 当时的董老师也来了 而且每个人是非常有限的 不能多唱两首歌 好像没有太多的感受 当然观众也很热情 但是这次我好像觉得 好像观众格外的热情 格外是更加亲切的 更加亲切的 唱了四首歌以后 大家好像还不让下去 还没过瘾 而且我们与会上 这两天一直在跟我积极的密谋 我说我们要准备在悉尼搞一个个人的运会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就是说你能够用你的歌声 真正给大家带来欢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是 艺团长手下带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演员 我们这天晚会里面 就呈现了这么多的艺术形态 怎么看我们这次晚会接地气的这些节目 我们来自华兴艺术团的悉尼本地的节目 华兴艺术团的节目 很多都是民族的舞蹈 有很多团 确实我来了以后 观看了以后 感觉到还是很惊叹的 这次晚会我有两点体会 一个我就觉得前期的准备工作 咱们渔团两个月之前 就在一直在接洽这台晚会 除了董老师王老师这样观众 特别喜爱的这样歌唱家之外 应该是咱们中国民族的各个特色的 契约也好 武术也好 还有民族舞蹈也好 全部都融到这样一台晚会了 所以让这台晚会呢 我就觉得应该是很全面的 所以很有看头 第二个呢 我们的演员也感觉到啊 就是观众特别热情 激发了他们在舞台上这样一种创作力量 所以他们会比平时的表现 比在国内表现觉得会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是成功的两点吧 因为我们舞蹈演员这些姑娘们 这次感觉也很辛苦 因为在国内好像一般很少 在一场晚会就跳这么多的舞蹈 出这么多的节目 但是他们那天从头到尾 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这个 很疲惫的状态 他们是兴奋的状态 被观众所激发的这种兴奋 那二位老师对我们这个 悉尼本土的节目 你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水平和规模 和你预期的一不一样 可以说我和洪伟 因为在私下也聊了一下 因为我阿星没想到都很专业 很棒 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好多都是中国音乐学院 包括哪都是国内大学院校出来的 可以说都是有一定的水准 节目水平都非常非常的高 真的感谢这个 没有感谢 郁主席在这两个月之内 筛选出来的节目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还有分量 跟之前不一样 相信可能90年代和12年前 两位老师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如果本地出节目 这个演出水准是跟现在没有办法比的 其实是两回事 因为为什么呢 我是早在没说吗 我是跟国务院乔伴出国 能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说从20年前到现在来讲 真是一个对比 一个垮 可以说那个年代我们都是 华人还很少 特别少 所以说都现在这么多 而且可以说来的人才也特别的多 在一起 你想那时候才十几万 现在都五十多万了 对可不可以 差了多少 所以我觉得 美根那时候我们越来觉得 这个违向出国 就像回到家一样 全是亲人 所以走到大街上感觉 哎呦我是在出国吗 还在想啊 景是国外的子 是在出国 现在在这边可能 即使不会说英文 也可以活得还可以 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晚会 最大的看点 最好看的一点 除了几位老师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本土的节目 跟我们国内来的这些大弯的节目 相结合之后呢 没有很大的反差 反倒是相辅相成 对 后面融在一起 非常的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晚会没有落差 反倒是很漂亮 呈现出最后的效果 让我们横向比较一下 因为二位老师跟着我们这个文化中国四海童春艺术团 也出访过很多国家了 那相比我们悉尼华星之夜这场晚会 您觉得我们这场晚会 或者说悉尼这个演员 没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就业仪专业化 对 业仪专业化 这个定位很高 非常高 因为我觉得虽然都是搞业仪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很专业 就这一点我看了之后 我真的没想到 我觉得水平非常非常的高 这是我在当地的演出里 我觉得算最好的 跟其他国家相比 而且这个在澳洲有这么多 艺术团 文化的团 对 艺术团 现在华星旗下42个团 这个是我觉得没想到 在澳洲有多少 现在整个全 可能也就那么五六个团 不在吧 那其他可能也就 成此了也就没到五十个团 因为华清艺术团 在牛省这边占据呢 将近96% 这覆盖面 很厉害 那真是太棒了 是 你包括里面有曲艺团 乐剧团 金剧团 金剧社都有 都有 还有专业的合唱团 有合唱 合唱团就五大合唱团 哎呦 所以这个 我感觉好像跟国内 没什么差异 没什么差异 挺壮大 能够在海外 你说这几十万人的 华人队伍里有这么多 这个从事专业表演的队伍 虽然他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职业 有自己的职业 但是能花出这么多的时间 和精力来从事文化 能够来给我们的 华人华教朋友 做这方面的这个表演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 很多人都是花自己的时间 花自己的精力 甚至花自己的钱 来做这种文化 他不赚钱 但是可能是一份责任 更多的说的远一点 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对 是 这一点其实要感谢我们余老师 因为有华新书团在这 把大家都集合在一起了 让大家能在业余的基础上 去专业化的去训练 又有很好的演出平台 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 很多华人在这边 又能够实现自己 艺术价值的舞台 特别感谢余老师 没有帮我们关注 那么几位老师 时间也非常紧张 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的 心理会合室 做客我们第一期的节目 也感谢所有收看 我们节目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